空中飞行表演气势磅礴 抢在大陆珠海航展开幕前夕 解放军八一和红鹰两支飞行队 以飞行员第一视角镜头 让外界体会空中飞行的急速快感 长达三十二分钟的飞行表演 同时也在挑战飞行员极限 双击对飞 看下来了 这是八一的一样 在本届航展首次进行 事业性的一个飞行演练 第一个我们的整个兵的队形都很小 一旦这个太近了 空中遇到气流了 或者配合不好 因为可能通常相撞 尤其是在低高度的时候 是看不清天地线的 尤其我们在滚转到倒飞的时候 就感觉这个头皮蹭着地面在滚转 这次中国航展本来在去年11月登场 但因为疫情延到了今年9月28号才开幕 整个展场规模从八个展馆扩大到 11个展馆当中的这个兵器馆呢 有多达62项是首度参展 因疫情沿了一年的珠海航展展馆在扩大 各款陆海空武器精锐进出 这前半季山都还包覆着的就是首度亮相的 歼16D战机 是解放军的新型电战机 它具备了真攻防一体的综合作战能力 有外媒分析 这可能可以压制美军在印太部署的F35战机 包括歼20、运20、空警、 500、轰6K等都是首度亮相 其中以歼16D最引人注目 它被外媒誉为是一款空战利器 也是美军部署印太地区的F35战机可行 同一时间解放军重量及明星金-20战机 也在珠海上空进行演训 不止金-20还有运20运输机 以及120还有无针7高空无人侦察机 都已经抵达珠海 无针7这个无人侦察机系统 是我自行研制的高端大型无人机系统 无针7系统主要是以提供情报的方式 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 另外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 尖10C在天黑前抵达战场 这款解放军研发的第三代改良型 携带了多款武器系统装备大幅升级 换装了广角演射平视显示器 功能简单来说就像电影《钢铁人》一样 飞行员平视机外视景同时 能看到仪表数据 飞行参数以及火控数据 解放军国产新型战机齐具 超强参展阵容 怎么能少了这款彩虹6大型无人机 彩虹6的最大起飞重量 能够达到7.8吨 最大有效载荷 可以达到2吨 它挂载着各种各样先进的光电探测系统和 彩虹6被认为是一款高空长航室无人机系统 适合在高空收集情报 有望成为反潜作战的王牌 其他像是运酒医疗救护机空警500预警机 大陆出海航陕有备而来 解放军准备要大秀军事肌肉 TVBS新闻 这么不得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